字幕作为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乌鲜老师 今天呢 我们继续分享 一书一道理 在生活里面呢 其实我们经常会跟宝贝进行亲子共读 好像这样子会抓到脑腩就是 怎么样的读是最有效的 老师 我家孩子为什么成年之后会遇到这么多的问题 所以如果作为一个母亲 或者作为一个父亲 如果你有时间陪伴孩子在亲人共读的话呢 我建议你一定要有一个好的习惯 那么这个好的习惯呢 今天我就用我自己来跟你示范 我来带着你读的方式 你把我带你的方式交给宝贝 你会发现他读书 哦原来书是这样读的 所以我觉得好书能够治愈一个人 但好书一定要有好人引导 而你就是那个引导者 今天我来教你这么引导 你可以问孩子说 宝贝什么叫幸运 可能孩子会跟你讲说 幸运 今天不写作业最幸运 你刚问他说 那什么对你来讲幸运的事情呢 他说考了试 妈妈爸爸妈妈不打我 就是幸运的事情 其实你有发现 童言童语里边 他反而暴露出了内心里边 最真实的一些想法 所以我觉得童言无忌 但反而每一句话都很真实 所以我觉得你需要在 发现每句话背后的那个 我们叫做暗行的心理动机的时候 你一定要及时跟孩子去沟通 去理解什么叫做 属于孩子童年烦恼 而我们用什么方式 能够治愈他的这种烦恼 然后未来就更有勇气 那今天呢 有一本书告诉你 什么叫幸运 而同样 他也告诉你 什么样是叫做 转换一个观念 这个世界变得不同 这本书呢 谁 就是我的幸运一天 这本书呢 很特别 就是 他是日本的女艺术家 庆子凯撒兹 他去绘画的 然后呢 去著的 一本绘画本 就他的绘本呢 其实 你会如果看过他一系列的书 像 不要笑了球球 小老鼠和大老虎 大象散步的时候 这些经典绘本 你都看过的话 这一个作者特别喜欢做反转 就他的情节反转过来 会让你看到 生活里面的另外一种维度 就看似很糟糕的事情 到最后 嗯 也没有那么糟糕 那今天 我就带着你 一同来读一本书 在读书之前呢 我觉得每一次 我一定会让你先看一下 书本的题目 我的幸运一天 封面上画了一个小狐狸 和一只小猪 猪和狐狸 应该是两个性格很反转的角色 是叫勾起读者的欲望 就你可以跟你的宝贝说 宝贝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本书 然后呢 你想到什么 那有猜想之后呢 我们就一起来读 我觉得读呢 我一般会给我的宝贝先读一遍 所以我也建议 你可以读一遍 给他听 那么 现在的视频前 看到的是你 那你就是我的宝贝 那我们来读一下 好吧 我们开始第一个呢 有一天 一只饥饿的狐狸 正准备出门 早午餐 在他修爪子的时候 忽然 门外传了一阵敲门声 嗯 敲门声 有客人来了吗 嘿 小兔子 有人 在门外喊 你叫一叫吗 兔子 狐狸想 如果这 这有兔子的话 早就把他当早餐了 说明这狐狸 肚子特别饿 他已经饿到不行了 然后呢 他就打开门 狐狸打开门 门外 站着一只 小肥猪 哎呀 我找出门了 小猪尖叫起来 啊 没错 狐狸喊道 我正找没 你找的正是地方 他一把夹住小猪 使劲地把他拖了进来 小猪被抓住了 拖了进来 这真是我幸运的一天啊 哎呦 幸运天在这里出现了 狐狸大喊 大声好道 什么时候 午餐 尽自己送上门来了 小猪一边挣扎 一边尖叫 放开我 让我走 对不起小猪子 狐狸兄 这可不是一般的午餐啊 这是一段烤猪肉 我的美味大餐 现在 现在 就到烤锅里边去了 哦 天哪 原来这是狐狸幸运的一天 这只小肥猪 要完蛋了 挣扎也没有用了 好吧 小猪叹了口气 听你安排吧 可是 我有一件事情要说 什么事 活力好道 嗯 你知道 我是一只猪 猪是非常脏的 你就不想给我先洗澡吗 想一想吧 活力先生 嗯 活力自然知道 他是很脏哦 好 于是 狐狸开始忙起来 他减树枝 他生活 他拎水 然后呢 他给小猪 痛哭快快的洗了个澡 狐狸说 你现在是全村最干净的小猪了 给我安静待着 好吧 小猪叹道 听你安排吧 可是 可是什么 狐狸哄道 嗯 你知道 我是一只非常小的猪 难道你不想喂饱我 让自己吃的更过瘾一点吗 想一想吧 狐狸先生 嗯 狐狸自言自语道 他确实小了点 好 于是狐狸开始忙起来 他再希望是做铜筋粉 烤小甜饼 好 然后呢 他给小猪吃了一个丰盛的午餐 你真是一个令人害怕的厨师啊 小猪说到 好了 现在你是全村最肥的小猪了 给我进烤炉吧 好吧 小猪叹了口气 听你的安排吧 可是 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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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狐狸哄道 狐狸哄道 你知道我是一只勤劳的猪 所有的肉呢 特别硬 难道你不想先给我按个摸一下 让自己吃上更嫩一点的烤肉吗 想一想吧 狐狸先生 嗯 嗯 好像是哦 肉嫩一点 好像更适合我的口味 于是 狐狸又开始忙了起来 他先给 先给 推推这儿 又拉拉那儿 他先把小猪 从头到脚的捏了一下 又敲 这真是令人害怕的按摩 小猪说道 然后呢 诶 这个时候有个小细节哦 你听到 你看到这幅图的时候呢 狐狸 诶 整个人已经非常累了 好 那累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不过 小猪接着说 这些日子我工作确实很辛苦 我的背啊好硬 你们能再用力点 狐狸先生 再多用点力就好了 嗯 可以可以可以 哇 哎呦 左边一点 左边再用点力吧 好 狐狸先生 你在哪 诶 你看到 狐狸滑了下去 对吧 为什么他滑了下去呢 这个时候呢 作为家长你可以暂停 你要宝贝菜下 为什么狐狸先生 他滑倒了 为什么呢 哦 好 这个原因来了 可是狐狸先生 再也听不见了 他泪晕了过去 连抬起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了 更别说烤猪了 你想想 又煮水啊 又喂餐啊 又洗澡啊 又按摩啊 给你累累了一天 你会怎么样呢 换句话来讲 如果有一天 我们妈妈也累了一天 那又怎么样呢 所以接机 讲一下 可怜的狐狸先生啊 小猪叹了口气 他忙了一整天 然后呢 村里最干净 最肥 最柔软的小猪 拿着剩下的小甜饼 飞快的跑回家去了 多么舒服的早啊 多么舒服的午餐 多么惬意的按摩 小猪叫了起来 这真的是我幸运的一天 原来这幸运不是狐狸的啊 是小猪的啊 好 然后呢 小猪就在家里边 吃起丰盛的午餐 然后呢 在沙发上 烤着火 看着书 好 故事讲完咯 我觉得 很多 爸爸妈妈 其实我们 时间很忙 但是进了更多时间 你可能就丢一本书给孩子 你读吧 好 不到十分钟 孩子读完了 没了 他真的有学到吗 其实不是的 书本每一个世界呢 他都按了一个道理 其实这个时候呢 需要亲子共读的共读 不在于你跟孩子一起读了什么 而在你读完之后 你们是否做过共同的交流 是否做过共同的思考 那这本书里边 我们能思考什么呢 就是 我觉得有几个点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作为家长 你真的想不到 那接下来 你看一下 我给你列的几个点 第一 故事中 小猪遇到狐狸 通过自己的机翅 他把危险变成了幸运的事情 他是怎么把危险变成幸运的 OK 小猪通过不断的引导狐狸先生 他做了哪些事 可是 每次可是 背后都是小猪在动脑的开始 对吧 所以 我们在未来遇到问题的时候 宝贝 你是不是对着困难先生说一声可是呢 就是 当数学 遇到问题不会做的时候 他来拦住你的时候 你是否有用一句 可是 我能够搞定你哦 我能够拿下你 所以 当你能够转化一个思想 你会发现 今天的你 会变得很幸运 我们生活里面 每天都有难的事情出现 但每件难的 都在我们身边去把我们拦下来 那你会发现 你的生活会一片糟糕 而当你能够转化一个思路 把每件困难的事情 变成你最幸运的开始 哇哦 原来我这么幸运 你每天是这样的 跳一个音子 你会感觉好幸福 好 这是第一个观念的转变 第二 会本中 小猪大胆的想出各种方法 帮助自己逃脱 那如果是你 小宝贝 你又会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如果你是小猪 万一 那个按摩按完了 狐狸先生没累到 那如果你是小猪 你会怎么想呢 所以我觉得 不同的方式 我们一定要有不同的思考 当你面对一件事情 你有十几种解决方式的时候 你的宝贝不会再为难 所以道理就在这个时候 讲给他听 所以 但是你不要只问 问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一起想 想到之后 你也可以讲你的答案 你可以听听宝贝的答案 天马闲空 你不要去否定他 去确定他每个 去告诉你的想法 他都是一个 他思考成长的过程 那最后 未来呢 如果宝贝 你要生活里面 碰到一些难题 比如说 你遇到 学习上的障碍 同学交流中的障碍 你想要参加一个比赛 你很害怕 你很紧张 你怎么办 你有什么方法 我们可以先帮孩子 在未来生活里面 出现一些难题点 做一个假设 所以 孩子的成长 就是父母在生活里面 一言一行 言传声教 去传道给他的 这个叫道理 这才是绘本要去真正读的意义 你说老师 难道就这样吗 不 如果这样 那汪老师还真的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师 今天呢 你不要嫌汪老师啰嗦 我要带你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就是 在12年这个阶段 我们刚读书的时候 很多宝贝也都会开始去写作文 对吧 看图写画 其实这一本书呢 我觉得它是 为什么我今天会找他来给你 因为有一幅图 你一定要仔细看一下 就这一幅 这一幅呢 它是一个很好的教学引导 很多家人会等到说 哎呀 宝贝要写作文了 你要去学很多方法 你要很多技巧 那个时候完了 其实如果你生活里面就开始去引导他 有把一些写作文的小绝招 生活里面有引导 你发现更简单 然后说这幅图 那在 这个绘本的第10页 你可以翻看看看一下 那你看到这里边 狐狸开始 先减树枝 他生活 他拎水 这个时候呢 其实它是一个故事的连串 就我们很多宝贝写 写作文 特别像济流水帐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 他不知道怎么写 他也不知道说怎么去书写 那么这个时候 你要先帮他的不是说 他能够把文章写得有多漂亮 而最起码把一件事情讲明白 讲清楚 按顺序 从头到尾 有关联词的去讲 这部很重要 那么第一个 他减树枝 是作为第一个画面 那你在前面要加一个词 叫首先 就是你要先学会 拆解一件事 比如说 他为了给小猪洗澡 那给小猪洗澡呢 第一个要先干嘛 要先减树枝 去生火 对吧 因为树枝呢 能够生火 火呢能够烧滚这个水 然后呢拎水 把水呢烧滚了之后 倒到水桶里边 然后呢帮小猪洗澡 这是一个时间 对吧 他要先去学会拆解一个事情 那小猪说他饿的时候呢 你看他就先去摘果子 摘西红柿 然后呢做通心粉 烤小甜品 这个呢就是为了喂饱小猪 他做了很多吃的 对吧 这件事情呢拆解 其实就是我们未来会写一件事情 那你写一件事的结果是在那里 那这件事由哪几个经过构成 你要让宝贝去思考 去构建出来 那在思考去拆解前 起码有些几个事 让他做引荐 那比方说 不理想的有道理 我要把这个猪太脏了 我要洗白 那第一个 首先他去树林里边 减树枝 好 这是第一句 首先他去树林里边减树枝 把整句话呢 减树枝拓充出来 那么你就看到树林在这里 那他就讲出来了 好 同时呢 然后他把树枝生火进烧水 接着 狐狸又一锅一锅的 把热水倒进了木桶里 最后 最后 满满的一桶水 狐狸让小猪泡在木桶里边 用刷子在小猪身上刷来刷去 好 我用几个词 第一个叫首先 再来就是 然后 接着就是接着 最后的就是最后 好 我们就不多 你可以让宝贝从简单开始 你可以首先 然后 最后 首先 然后 接着 最后 好 这几个词 来串联起 他自己拆解出来的每个故事 好 这个你讲完之后呢 你可以第一遍你讲给宝贝听 然后你就跟宝贝说 宝贝 来 这个会了吗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点 我们来看到这个 首先 狐狸去跑去摘下西红柿 然后 狐狸开始跑到餐桌上 做铜心粉 最后 狐狸去做出了 呃 接着 狐狸做出了小甜品 最后 狐狸把 吃的都放 放在餐桌上 给小猪吃 好 这是有几个故事 你要让宝贝自己来讲 当然讲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亲子互动引导的目的 才是 才会成型 所以引导引导 你的引导 才最重要 好 所以你这样子 一旦适应完了 那好 那这本绘本 如果后面还有一个故事 你可以猜一下 如果你需要更多案例呢 我准备一些小 小素材给你 你可以在家里边 跟宝贝一起来练一下 然后呢 拆解完之后 请记住 不要到这里就结束了 一定要 建议到生活里边 生活里边我们要干嘛 比如说洗衣服 你可以顺便引导宝贝去 讲一个洗衣服的事件 第一 在洗衣盆里边 接上水 洗衣盆里边泡好水之后 然后呢 把第二步 把衣服泡在水里 加入适量的洗衣液 第三步 用手搓一搓 最后呢 把衣服的水上拧干 挂在杆子上 好 洗衣服的整个过程 就完成了 所以你要学会 拆解 让宝贝把每一个 他要表达的事件 去拆解出来 然后呢 放进 刚刚讲的关联词 首先 然后接着 再到最后 来个最后一个词 那整个事件 就连接起来 所以 你不要小看说 那些很厉害的孩子 为什么他做人写的好 其实就是家长在平常生活里边 无意识的沟通 去穿插过 进去的 所以一个好的老师 包括我教孩子也一样 就是 在无形中 穿插一个小世界 他就能够把他连接起来 怎么样 学了没有 那我帮你总结一下 第一 绘本讲呢 我们先带着宝贝 看到书本的 那个封面 告诉他 我们先对整本书 进行第一个 叫猜想 六 亲子共读 我们一起来读 你读给我听也行 我读给你听也行 但如果妈妈读给宝贝听 那宝贝要读一遍 给妈妈听 好 读完之后呢 我们一定要提炼一下 他的 整个故事给我们带来的启发 在生活里面运用 小猪用了什么样的 计谋 或者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想说什么样的方式 来去把困难的一天 不幸的一天 变成幸运的一天 然后呢 在生活里面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做 让孩子把这个想法 把这种观念更加强化 一定要记得做总结哦 然后呢 再来引导一个 我们叫学习的小技巧 就是这本书 如果用在写书文上 那你要怎么用 诶 你有发现一下子就连通了 所以为什么说 听我的课很多家长会 我不需要你有压力 你就慢慢听 一节一节的课慢慢听完 每天一点 我们增长一点 作为父母 我们都从零开始 我希望 在未来 我们才会更好的朋友 好 我是洪旭 下一节课 我们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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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